我們剛剛開始復操幾天 現在慢慢在這幾天都是觀察球員的精神狀態 主要心理上的事情 因為始終我們有少少不同 因為我們要有很多外國球員 包括內地的職員也好 都要回來先隔離14天 大部份球員都要這樣做 所以看看精神狀況 這兩三天的觀察 以一些比較輕鬆的訓練為主 但是在這兩天看到 大家都很渴望去落場地 這個是好事 希望大家球員都以一個最好的準備 去準備好下半季的復賽 現在形勢有所變化 始終我們之前的優勢現在變了沒有那麼大 始終現在變了一個好像比較 重新開始 重新起步過 重新打過 一個杯賽 因為始終沒有了幾隊球隊參與 始終只剩下六支球隊 每一場都是代由一個淘汰賽的心態去打 所以是困難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很多外國的因素 自己控制不了 但是只能夠順應環境去做 但是首先要自己做好一個最好的準備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現在暫時大家都很攻勢 就是很勢軍力敵 很多都其實 包括其實幾支球隊 李敏也好 潔志 雖然南區也好 雖然表面上可能削弱了 好像沒有外援等等 換了很多球員 但是可能對於他們來說有些新的衝擊 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在現時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都是誤誤的 沒有說誰比較好處 只不過很因應大家的準備期 還有球員的狀態 如何提升到那個位置 那個時間是最佳的狀態 因為始終今年有點不同 Position不是說還是慢慢開始 因為我們現在一開始 進入一個好像淘汰賽的情況 所以就看看誰大家的準備功課做得最足 可能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你們的祖軍是否預算下一季 都是的 其實我們都是 包括你看到徐仁傑 傑仔來到 其實他很大機會 他應該在復賽未必能夠做出得到 但我們只不過是一齊 一路做著 其實可能預備下一季的賽事 所以我們除了復賽之外 其實下一季 我想沿用現有現在所有的人腳 都是這個班底 譬如小弟 梁樂行走了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找杜杜回來 可以替補他的位置 因為這兩年在大埔都非常出色 在能力上我想大家都應該可以替補他 他弟弟離隊的位置 加上傑仔 其實在後防線裡面我覺得反而就比較充裕一點 好 林欣許和新的中堅 你又怎樣看 林欣許其實在中場的位置 今年他在傑仔可能變成一個像墮後一點去撐球的角色 又有另外一樣的打法出來 之前他一向都是一些中前場的攻擊型多一些 但是今年轉了型 但是他用他的技術 觀察 視野 在中場上多一個位置都能夠勝任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調配會比較好一些 Jarrett來到其實他在中場上比較中間一些 可能八號位或十號位 甚至推前一點點 第二次打球他都能夠做得到 所以暫時的定位就是這樣 林欣許 新中堅亦都會即將到位 我們在中堅上可能多一個本地球員的選擇 好的 那人腳是否都已經差不多 還會再補充 暫時看看再繼續觀察 但基本上原有我們的計劃 裡面的人腳都已經是到位 我們搞的現在就到 之前都是疫症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機會在球場 或者是外面踢球 所以都在家裏做運動 現在就做 希望可以在家裏一邊做運動之餘大悲開心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想搞 都有很多的 但是就要留意我們現在就做 現在就不方便說那麼多 因為我們都很多事情在籌備 看得出大家都很久沒有踢過球 都扼球 還有一段時間沒有動就比較累 每個人都 還有現在的天氣都比較焗熱 都是比較辛苦的 P-Season來說我覺得這幾天都算是OK的 球隊有出有入一定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你說家裏走了可能是有少許可惜的 但是有新的球員加盟了 亦都在戰術方面 亦都幫到教練 看看Jarrett在中前場的跑動 是比較多 或者是入攝是比較多 我們球隊都需要這些球員 加上Dudu在後面都很硬 看看他在大埔都是一夫當關 加上他在國球戰術方面 亦都有很多入球的機會 我們是幫助到我們的 嗯…暫時爭錶機會一定是難一點 因為始終分數上我們都比較近 還有球隊方面都比較少 我們如果要爭錶都是有點難度 但是我們都算是有優勢在最上級 希望保持到這個 大家都在疫情都沒甚麼練球的情況下 我相信加盟了兩位新的球員 我覺得是增強了我們實力的 我亦都抱著一個很有信心的態度 去面對我們接下來的比賽 其實一聽到消息 可能是驚訝比較多 因為可能以為球員同一族都可以弱 最後又可能要交換 可能一開始有這個反應 之後後來可能再想清楚一點 其實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始終其實富力 這隊球裡面真的有很多很高質素的球員 其實全都很高 可能你說智堅 林柱基 基督雲尼 很多很有實力的球員 所以其實在隊裡的訓練水平 質素全部都很高 然後回到後來可能會有一個動力 我覺得自己 例如覺得自己未夠好 有一個動力去比自己更加去推動自己 那其實可能內武踢 可能對港超的球員有一點不熟悉 可能了解對手方面 可能要花點時間 在適應上我想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有很多隊友都認識 以及我之前一直都在香港踢 所以適應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自己在上面圓了回來後都沒有停太久 可能自己一直都保持有健身 然後可能現在是在球場上體能的方便 所以不過都跟著他們的體能教練練 初步講過一下 可能偏向靠左邊的位置 可能是